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就是一些特殊方法,像影像法,或者解Persault equation,或者解Laplace equation, 都要用邊界條件,要用到邊界條件。 邊界條件很多地方都有,我們現在只有講真空,沒有介電詞, 講到介電詞,又有介電詞的邊界條件,講到導體又有導體的邊界條件, 講到電跟詞又有電詞的邊界條件,邊界條件最重要, 你一定要完全了解,而且要很熟悉。 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有一個boundary,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講到介質,多種介質,我們都是free space。 那free space呢,能夠把這兩個隔開的,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上面有Sigma分數的話, 這個表面如果有電荷密度分數的話, 它這兩邊的電場會不連續。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邊界,你這裡有一個點電荷, 點電荷的電場是輻射狀的,它就這樣子一路輻射過去, 它電力線就是一條底子線。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有charge density的話呢,它就不是這麼連續的。 有charge density的話呢,我們發現它就不是連續的。 我現在在這裡畫一個normal line, 我們發現,跟這個局部的地方垂直這個叫法線。 如果在這個上面,電場是E1, 這個下面的電場叫做E2。 這是哪裡的電場呢? 這個電場不是這裡,不是這裡,不是這裡,不是這裡。 它就是這個邊界。 這裡有一個sheet,它是由電荷所組成的。 它就在這個表面的這一點, 這個電場是指這個地方的這一點。 就是這個表面,這裡跟這裡。 這兩點的電場就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假設,這個是θ1, 這個角度是θ2。 有什麼關係啊? 你怎麼求它的關係啊? 第一,這條線,你不能光背。 背不起來了。 你要了解這個, 它是怎麼來的。 那你一定要知道電場的特性嘛。 對不對? 有charge density。 這個有charge density。 周圍有電場。 這個時候電場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不是學過高斯定律嗎? 高斯定律告訴我們, 電場對某一個封閉面做面積分, 它要等於q and close over epsilon zero。 對不對? 由這個式子來做。 我們一定要有根據啊。 你根據什麼定律啊? 不是根據我的意見, 不是根據誰的意見, 根據這個定律。 你要用這個定律怎麼用啊? 怎麼用啊? 你要有技巧, 要知道怎麼取高斯面。 現在我們要如何取高斯面呢? 我們這樣子取吧。 我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面啊, 不是一條線。 一個curved surface。 我在這個curved surface這個地方, 做一個圓柱面。 做一個curved box。 就是很矮很矮的一個盒子。 這個上面的上底跟下底的面積呢很小。 非常小。 因為啊, 如果這是一個霞縫的話, 如果這是兩個介質, 這當中就是一條縫耶。 也是這麼做耶。 你要把這個pill box 摔到這個縫裡面去啊。 上底就頂到這個, 下底就頂到這一點。 你要塞進去的話, 你看這是一個curved surface。 而你這是個平面。 塞得進去嗎? 塞不進去啊。 只有什麼時候塞得進去啊? 它很小可以想, Approaches zero的時候才可以塞進去。 還有就是這個高度, 令它等於0。 就脖的不得了, 兩個幾乎貼在一起了, 然後又小的不得了, 所以我可以, 如果是一條縫的話, 我可以塞進去。 如果是一個表面的話, 就是說我上底跟下底, 正好把這個面夾住。 這樣子的。 現在, 這個面積分就是對這個, closed surface做面積分。 這個closed surface可以分成, 上底、下底, 跟curved surface。 所以我可以把它呢, 在這一邊, d.da, 它就是d1.da1。 d1.da1。 d1.da1。 下底。 我們寫的那個叫上底。 我們寫的那個叫上底。 再加上, d2.da2。 下底。 d2.da2。 下底。 d2.da2是這個, 因為封閉面的話, 它的面積向量是向萬時震。 然後再加一個, 我們也不要寫E1或者E2, 就是e.da, 曲面。 現在我們已經講的, 這個曲面的高度, 這個方法。 Approach is zero。 曲面的面積是2πr, 一圈, 乘差厚度。 現在厚度等於0的話, 就是這個面等於0。 這個面積是0了。 所以面積是0的話呢, 這個積分就是0, 就不要積啦, 就是積這個就好啦。 而這個式子裡頭, 我們知道delta s本來就很小, 本來就是uptruches theorem, 你根本不要積分啦, 你就是E1.delta s1。 所以它就是等於E1.delta s cosθ。 那就是說, 等於E1在這個方向上的分量, 乘上delta s就是0。 那這個呢, 你看, E是分量朝上, DA朝下, 所以它是負的。 負的E2.delta s乘上cosθ2。 這個是左邊。 好, 它要等於Q and closed over y0。 好, Q and closed就是這個高斯, 包在高斯面裡頭這一小塊的, 電荷, 電荷。 那就是局部的, 局部的這個電荷密度, 這個地方的電荷密度, 乘下delta s。 這裡, 把電荷密度, 把電荷密度, 我們做的, E1 cosθ1, 減掉E1, 減掉E2 cosθ2, 等於sigma over y0。 把E1 cosθ1是什麼? 就是E1, 就是E1的法線分量啊, 它就等於E1, Normal Component, 減掉E2, 減掉E2的Normal Component, 要等於sigma over y0。 好, 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知道了, 如果sigma不等於0, 那E1N不等於E1N2。 Sigma等於0, 那E1N2等於E1N2。 所以它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那裡有一層電荷密度分布的話, 電場跨過這個界面, 兩邊的電場的法線分量不連續, 法線分量不連續, E1N等於E1N2。 就是說, sigma等於0, 電場的法線分量相連續, 電荷密度為0, 電場的法線分量相連續。 我就不寫了, 你們自己要把它寫下來。 我講的時候, 你耳朵要聽, 要把它寫下來, 這句話很重要, 就算你物理意義還是要記得。 好, 如果sigma不等於0, 法線分量不相連續。 不相等, 那到底什麼關係就是這個關係? 電場的normal component就是這個關係。 好, 這個是電場的法線分量。 現在我們要看, 它有這個電場, 我們可以分成法線分量。 它有法線分量。 還有呢, 它有切線分量。 切線分量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怎麼做呢? 電場除了高斯定律之外, 因為它是靜電場。 所以我們知道, 靜電場做環場機的話, 要等於0。 做環場機是等於0。 1,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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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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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2, 這個式子告訴你什麼? 你任意畫一個封閉的路徑 電廠源這個路徑做環廠機的話,要等於零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選擇一個路徑 選擇什麼樣的路徑呢? 我們可以選這樣的一個路徑 這一點是A,這一點是B,這一點是C,這一點是D 我從A到B到C到D這個路徑看 我們選ABCDA,中B路徑 我們選B,C這邊長 B,C跟DA的長度 H,Approved,就是這個 然後它這個長度呢? 這個長度呢? 我們選它叫做DeltaL DeltaL也是很小 所以這就好像說 就等於說上面一條路徑這樣子 下面一條路徑這樣子 連在一起 當中就是那個面 H,那個面 然後DeltaL實際上很小 好,那現在我們演立這個角 SETA1 這個角叫做SETA2 好,那我們說這個 封閉路徑 可以等於什麼? 四段路徑呢? 可以等於E1 DL1 DL1 從A到B 再加上 E DL 從B到C 再加上 E2.DL2 从C到D 再加上D到A E.DL 由B到C 短的不得了 这个 路近长 等于零 这个也是零 因此 这个积分是零 这个积分是零 就剩下这个 DL1 E1就是这一条 往这里去就是DL1 E1.DL1 那就等于E1的切线分量 E1的切线分量就是E1sinec的 乘上DL 因为DL也是很小 你就不用积分了 那它就是E1sinec1 乘上DL 好 这个呢 E2 它的切线分量 朝那边 而DL2是朝这边 DL2朝这边 分量朝这边 相反 所以它就是 减调 E2sinec2 DL2 DL 这个 基本要等于零 那我们把叫做L 约掉 那就等于 E1sinec1 减调E2sinec2 等于零 那这个就叫做E1sinec1 Component 减调E2sinec1 Component 那就是E1t 要等於E2t 跨过这个界面 电场的切线分量 一定相连去 这句话要写上去 无条件要相连去 不像這個是有條件的 法線分量 條件就是這個 這個是殿堂的 線線分量 無條件的相連續 再來 我們要看電位的連續條件 我們這裡有一個 帶電荷的一個面 有電荷密度分布 那麼這個上面一點 我們剛剛學過 就在這個面上面 我這裡畫一個接用 A點 在這裡 B點 就在這裡 我剛剛是用哪一點做A點 哪一點做B點 好 OK 就是這樣 我們剛剛說過 如果這兩點非常非常接近於這個表面的話 我們要把電廠的分量 電廠的分量 這個是normal normal line 如果這兩點 AB 就在這個表面的兩邊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這個面很遠 去這個下面很遠 不是 就在邊界上面 邊界上面 我們取A點 這個是B點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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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貼於 也就是說 他們之間的這個距離 等於零 好 那麼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們剛剛倒出來 這個 還在這裡 那就是 EA的 normal component 減到 EB的normal component 要等於 Sigma over Epsilon 對不對 是不是等於這個 電廠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 怎麼會寫成這樣子 Normal component 有時候很奇怪 我們寫完都不曉得 為什麼會寫成那樣 我們現在知道 殿堂 等於Food gradient V 如果是把它分成 Normal component 跟Tangential component 那麼 我們就有 EN 要等於Food partial V over partial N 就是在 Normal方向的一個 Normal方向的一個 長度 在法線方向的一個長度 A OK 好 那麼我把這個 帶進去 那這個就變成 負的 partial V N over partial N 好 減掉一個 負的 partial V V over partial N 要等於 sigma over Epsilon 0 好 我們就可以 那這個就是 說 電位 在這兩邊的電位 A點的電位 跟B點電位 他的 他的 邪律 在 法線方向的邪律 邪律 差等於 邪律 的 差等於 如果說 sigma 等於 0的話 他的邪律 發線方向的邪律 要相等 如果不等於0的話 那就不相等 那這兩個邪律 呢 就不相等了 他的關係就是這個關係 以後我們解 邊界條件 我們有這幾種情況 我們在這裡都先把它講清楚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來 如果解邊界 解Laplace equation 或者是Poisons equation 我們都需要有的 編輯條件 因為它是 你看 Laplace equation Laplace V等於0 它二次為分 你要解V的話 它怎麼樣 要連續七分兩次 每幾分一次都有一個常數 基本兩次就有兩個常數 這個常數怎麼決定呢 就是靠 邊界條件 因為它有兩個常數 我們要用兩個邊界條件 才能夠決定 OK 好 我們在講 Laplace equation 之前 我們先看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邪律 這個等於 就說 N方向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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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長度分量 Normal 就考慮這個 橫的 橫的 就不考慮了 我們先考慮這個 再講 橫的 你用電場 我們用電場 OK 你橫的話 你 橫的話 你自己去看看 我們 羅姆方向 因為有這個式子 橫的方向 ET E1T 等於E2T 它的 Tangestion component 我們 相等 對不對 一定相等 好 那現在 我們 因為你們書上 還有 你講了一些 capacital 跟capacital 我們很快 把capacital 我們來 複習一下 我問你們 什麼叫做capacital 開拍石頭 中文名字叫做 變容器 講不出什麼 定義 講不出來 什麼叫capacital 有誰知道 服務都上過了 服務都上過了 以後你們對定義 一定要記得 很清楚 凡是兩個 互相 絕緣的 導體 所構成的 系統 我們就稱它叫做 capacital 叫做 電容器 兩個導體 互相絕緣就可以了 比如說 最簡單的一種 平行板電容器 兩個面積 放得很接近 當中呢 你可以用空氣絕緣 你也可以用某一種 絕緣的物質來絕緣 這就是平行板電容器 如果是兩個spirical 然後 shale spirical shell spirical shell 同心的球面 看真的 spirical shell 這個ra 這個是rb 同心球殼電容器 那還有一種 也是很普遍的 有兩個 sylingical shell 圓柱殼的導體 所做的 導體圓柱殼 那這個 也是一種 電容器 只要絕緣就可以了 電容器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這兩邊 兩極 這個叫兩極 我們接到電路上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 這邊如果是正電 這邊一定帶等量的負電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呢 於是這個當中就開始有電位差 這個電位差我們稱它叫做voltage 叫電壓 電壓 這個也是接到電路上 裡頭如果是positive Q 外面就是negative Q 於是這個當中也會有電壓 如果這裡的總電量是Q 這個地方是負Q 那它也有電壓 有電壓 除非你不是接到電路上 你是沒有接到電路上 但是我刻意給它不同的電荷 我刻意給它一個不同的電荷 那可以 那它就不是電容器 好 現在我們看電容器有什麼特點呢 當你的電荷 絕對值越來越大的話 它這兩極之間的電壓就越來越大 電荷越大 電壓也越大 它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我們發現有這麼一個規則 有這麼一個規則 就是它的電荷 被它的電壓來除 電荷的絕對值 被電壓來除 永遠等於一個常數 你電壓變大 電荷變多 電壓也變高 電荷變多 電壓變高 電荷減少 電壓也減少 但是這兩個比值 那始終等於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就叫做電容 叫電容器的電容 C為電容器的 你要記得它的定義喔 給你一個電容器要求電容 你就要從這個定義來做 沒有定義 定義絕對要記出來 你不要糊塗糊塗的 問你 懂不懂這個 懂 你講給我聽 他講不出來 是懂 是懂非懂 那個不叫懂 你要講得出來才叫做懂 好 看我們今天 就講到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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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